实地来到大竹湖水域走一趟 由于日月潭水位下降 让原本被水淹盖的沙洲露出水面 清楚呈现日月潭的严重淤积 日月潭的水是从五届那边过来 它还有悬浮的围力 它会沉积在我们大竹湖区 那经过80年的一个沉积 比如说目前的淤积状况 到底是只有我们眼睛看到的地方吗 在水底下它延伸出去已经到什么地方 大竹湖净水口水源来自上游的五街坝 历经80年的运作 目前预计量出谷已占日月潭总蓄水量的18% 这也表示日月潭的寿命正在逐宁递减 不仅影响当地景观 也对发电效能产生影响 因此为了延长日月潭寿命 降低预计对环境带来冲击 台电大观发电厂正在试验浑水发电的可能性 那试验就是我们把大竹湖那边的淤泥 拿过来这边搅拌到适当的试验浓度 然后投入到我们这个大观一场的发电进水口 然后配合我们这个发电的水 然后经过大观一场的发电 然后再来到排放到水里溪 经过我们这两个多月来的一个测试 那现在发现基本上工程上 技术上是可行的 后面来讲永久工程就是会从大竹湖 直接拉管线到这个地方来进行投放 那这样 这个或许这样子来讲 过了几年之后可能大竹湖的话 就不会看到那个淤泥的状况 台电表示大竹湖每年淤积量是30万立方米 若试验可行 期待将每年浑水发电的排沙量 能拉到45万立方米以上 借此逐年降低日月潭的淤积状况 延长日月潭使用寿命 原事新闻No 南投于池 超榜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